现在辽宁沈阳 那么在我前面这里呢 就是沈阳火车站了 也就是沈阳站 那么关于这个沈阳站呢 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些相关资料 它是由一个日本人来设计的 欧式建筑火车站 那么这个站的外观呢 它是和日本东京是很像的哦 我刚才在网上查看了很多评论 还有很多人说这个站呢 是跟东京站简直就是孪生兄弟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去里面看一下了 我现在呢 是站在沈阳站门口的正中央这里的 诶 然后这里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哦那里有字 有简介 这里写的是 在1945年11月7日 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阵亡的苏联将士 安葬于此并建立苏联 后贝加尔坦克将士纪念碑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然后下面这里还有 在2006年9月2日 因修建地铁以及沈阳站广场改造 根据中俄双方协议 苏军阵亡将士一体 隆重一帐苏军烈士陵园 苏联后贝加尔坦克军将士纪念碑并签纸 哦 大概的意思就这样子了 说实话 当我刚出沈阳站的时候 我看这周边的建筑真的是有着很浓厚的 那种异域风情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周边的建设 都是这种欧式建筑的哦 沈阳今天呢 是蓝天白云今天天气蛮好的 然后那边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种红色的房子 现在我们到沈阳站的侧面呢 这个沈阳站呢 它也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火车站之一哦 好 我们现在就往这边走 有点热 现在 因为今天呢 有30度左右吧 这边 沈阳站呢 它始建于1899年 它的原名呢 是摩克敦 后改称奉天义 然后在1946年4月呢 奉天义改为沈阳南站 到了1950年 沈阳南站呢 正式改名为沈阳站了 也是蛮久的 这个年代 也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呢 我把镜头还睡着 给大家看一下这周边的环境 这里呢 就是地铁站 叫沈阳站站 然后我们看一下 对面那边的那些建筑哦 都是跟这边一样的 都是这种 红墙的欧式建筑 防止的哦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又回归到刚才的问题哦 沈阳站和东京站 为什么那么像呢 因为东京站的设计师呢 是陈叶金吾和葛西万斯 那沈阳火车站呢 它的设计师就是日本的 太田义和吉田中太郎 而且这两个人呢 都是陈叶金吾的学生 所以现在我们想想就 知道沈阳站和东京站 为什么那么像了 好 那么我再把镜头还睡着 给大家看一下这周边的环境呢 我们就结束了本期的视频了 不得不说 这沈阳站真的是太美了 这里呢 就是沈阳饭店 它也是这种 红墙的欧式建筑房子哦 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啦 пом儿子 喊